劇情片跟纪录片其实都很爱 然后都是看机缘走到哪里 然后这个阶段的任务是什么 要去把它完成 其实我都是非常的喜欢 像那个2018年上映的 《只有大海之道》 就是一部剧情片这样子 但这个差别是什么 就是说在你执行上面 它所花费的不管是心力也好 或者说您的 反正你也可以坐这也可以坐那嘛 但是您自己觉得它的差异性是 有些题材它真的比较适合纪录片 它不太适合把它剧情画 像今年我们带来这个《听见台湾》 对 那有的题材其实 譬如说只有大海之道 也有人问过我说 为什么既然都要花那么长的时间 好几年的时间去酝酿它了 为什么不直接拍纪录片就好了 可是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虽然是借着这样的一个 真实的故事改编 可是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是由我自己的想法在 而不是只是要拍那个 国小的歌舞队的纪录片 其实我最近有一个很 很乐观的自我感觉良好 怎么说 就是我发现我很擅长 用做很难的冷门题材 OK 然后我都可以把 看起来很难 很冷门 好像会很无聊的题目 其实都做得还蛮好看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不能就让它难下去了吗 就消失了这个故事 我突然发现我有这种特异功能 有一个天赋在你身上 这是指挥家想要演出包远凯 之前在大陆时代写的作品 然后他希望他加一首曲子来代表 他是台湾的指挥家 来彰显我是台湾指挥家的身份 那包远凯就帮他写了第一首 就是用高山青 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一个旋律这样子 但后来他又继续写 因为高山青其实不是一个民谣 高山青是当年 早年时代一个电影里面的歌曲 对插曲 所以他后来又用了一些 正统的土地里面的民谣 开始去创作馆玄乐 那一步一步的花了十年的时间 完成了这个作品叫做台湾音画 当我们在拍纪录片 我们每一首去 每一个乐章 我们去回溯 当年他是怎么样被感动 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 遇到这样的音乐 对那他是怎么想的 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 他是怎么使用到 交响乐里面的 其实这个在电影里面都有 然后我觉得其实 包含我自己也是 好像有点像重新又学习 把耳朵打开 然后知道要怎么样去欣赏 这些很土地的音乐 对很传统的音乐 然后我才真的发现说 哇原来他是很好听的 对只是我们可能 被某些课版印象 被夕阳歌 被那些流星歌 对我们去追那些东西 我们忘了其实我们的土地上 就有这么美的声音这样 然后反而是透过他的耳朵 把它变成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而且可以是用一种 很国际化的交响曲的 交响乐的这样的一个语言 带到国际的舞台 几乎所有人都给我的回馈都是说 他发现交响乐好简单 好有亲耳力 没那么远高深对不对 对因为我也是一个 不懂交响乐的人 所以我做出来的也不会太困难 所以观众看完都会觉得 哇交响乐其实很容易懂 对很拼一近 不要怕不要怕 怕了就进不去了 是吧 是吧